我设计的就是第一版本 IE的bug 低到什么程度呢 IE6 看到了没啊 低到了IE6 那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在现在呢 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到这么低的版本了 但是呢 有吗 有 有 但是不会说低到IE6 差不多就是IE8了 明白没啊 你像比如说 这个银行的这种单位 对吧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 什么军政了 是吧 这些单位 它用的这个系统 随随便便能升级吗 不能升级 是不是啊 它肯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 是吧 隐私保密 是不是啊 涉及到这些东西 它肯定不能说随随便便 我就升级一下 所以它有的时候利用的 这个浏览器的版本 就特别低 你比如说 现在当然了 你去银行的次数 是不是少了呀 对吧 你在以前去银行 你去查点东西 你看他们那个机器上啊 用的这个浏览器的版本 大部分都是IE 啊 就是特别低的版本 就是供你去查询一个东西 就OK了 啊 不会说给你做一个 很炫酷的一些效果的 对吧 哎 所以说这个啊 咱们还要去 你了解一下就行 听到了没啊 这些 虽然说咱们在高根本乱七上啊 一般情况下不设计 但是你要知道 它怎么去处理的 听到了没啊 那几个经典的bug 来看一下啊 也说咱们常见的啊 首先 咱们接触的是双倍浮像问题 看到了没啊 双倍浮像 也叫做双倍编剧 只有IE6 这个只限于IE6 看到了没啊 那这个呢 它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 来看啊 这个bug 它出现的一个场景 它是当一个元素 当元素 有浮动 看到了没 有浮动 并且有Modin值的情况下 并且有Modin 它会把什么呀 比如在IE6上 在IE6上 它会把浮像边 浮像啊 浮像 浮像边的什么呀 Modin值 双倍显示 看到了没啊 这句话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你比如说 我给一个元素 你来看啊 看这个DV了吗 我把上面这个都 没用的都读识掉啊 算了吧 我单独给你写一个吧 就是双倍 浮像 来看啊 一个DV 我给它起个 叫做Bose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负元素啊 你看里面啊 DV.Live 看到了没啊 当然你用Live的不太好 是不是有Live的属性啊 这样就这样吧 DLive 是不是一左一右啊 对吧 来看啊 这里面 STILE 星号Modin P0 我先把所有的 间距都给它清除掉 DirBose 这是个负元素啊 你看清楚啊 我宽度写成600像素 高度300像素 给它一个背景 比如说是CC灰色 然后呢 这个DirLive 我设计一个宽度200像素 高度呢 也是200像素 BikeRound 我写个Origin 看到了没啊 然后这个DirLive呢 是不是右侧这个板画了呀 我给它一个宽度 一样啊 也是200 高度也是200 然后呢BikeRound 我给它设立一个Blue 看到了没啊 那这两个现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是肯定是上下布局的 什么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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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早说呀 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呀 你来看啊 那如果说现在 我给它加浮动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就会在E行内显示 浮动它 Live它 那么好 我现在问你啊 浮动之后 这两个 每一个宽是不是属于200 是200 它俩的宽限加是多少 400 那现在我写的负元素的宽是多少 600 看到了没啊 我现在这样去做 我给它加一个MardinLive的 看到没啊 100像素 它是不是走上有100像素的间距啊 我也给它加一个MardinLive的 100像素 看到了没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去刷新 你看是不是正好是能放下 因为他们相加 加上这个编剧 是不是正好等于600呀 但是你看看啊 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它拽到这个I16里面去看 这个是吧 放在这 你看 看到了没啊 也就是它能浮动到E行上去吗 它不能 因为什么呀 它把这个左侧的这个间距啊 双倍显示了 一定记住 我再给你写的很清楚 我说把什么浮向 说浮向标的Mardin值啊 对吧 你给它加的 比如说弗朗胎Live的 它就把这个Live的值刷倍显示 明白了没啊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这个hack 用什么解决方法呢 给浮动元素 给浮动元素添加 Display inline 看到了没啊 见过这条属性吗 属性值吗 那是不是我们说Display inline 就将它转成内容元素了呀 你这样吧 行啊 给它转成内联 这个框纲是不是都不起作用了呀 但是你别忘了 它有什么 是不是有浮动啊 我说了 只要给它加浮动的元素 是不是全部能添加框纲啊 你看看啊 我们现在给它写一个Display 什么 inline 是不是再给它加一个 Display inline 这样你保存 在IE6上去刷新的时候 可以了不 解决了没 它影响谷歌上的显示吗 不影响 这就是解决方法 你看这个 你要真要问点为什么 那真 对吧 那这个怎么给你解释 它就是这么解析的 明白没有 那就是在IE6上 它就是这么解析的 它就是说了 把幅相边会双倍显示 你就用这个方法解决就行了 甭理解锋 这就是bug 那这个东西呢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听到了没啊 你那是可能IE6 你也试不出来 有的时候你用IE7打开 它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听到了没 听到没 你那是不是 那个能选 就是有5 7 8 9 是不是呀 你就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听到了没 好吧 第七个bug 第七个bug 这个bug呢 它也是在IE6上 由于IE6上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呀 它会出现 默认最小高度 就是大约16像素 大约16像素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啊 比如说现在 我在这儿写一个DIV 看这个DIV了吗 现在是不是打成这样的呀 你看啊 我高呢 我给它写成5像素 是不是就是特别特别窄的一个 一个容器呀 你现在放在这儿啊 不是它 有了没 看到没 看到没有 我给你 比如说给它加一个 马林100像素左右 AUTO 在这儿去刷新 看到了没啊 最近特别窄的这么一个容器呀 你看看啊 我们在这个IE6上 我去把它拽过来啊 放在这儿 看到了没 它来有差别吗 有 可能有差别 是不是一个特别宽 一个特别窄呀 对吧 有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IE6上啊 它会解析 就是小于了16的 16像素的容器 它会保持这个16像素 它不会再小了 明白没啊 它认为什么呀 你比如文字 系统间的文字 默认大小是不是16啊 对不对啊 你得放开这个文字啊 在之前是12 在之前是12 因为默认的文字大小是多少的呀 尤其是IE6上 其实我再给大家说啊 这个IE测试器 现在也不是说纯正版的 它模拟的IE6了 明白没啊 它和之前那个纯正版的IE6 是有差距的 明白了没 是这两个是有差异的 那这个正规的那个IE6 它默认解析文字大小 是12像素的 明白了没啊 哎 这个东西咱们就不往身里去研究它了啊 那咱们先看看这种 这种bug 咱们怎么解决啊 hack 怎么解决这种bug呢 来看 你要设置第一个啊 给它设置photo size为 零 看到了没啊 或者是 哦我辅了 给它设置一个 hide 这两个方法都能解决 看到了没啊 你记住就行了 你来看一下吧 比如现在咱们给它设置photo size为 零 看到了没 在这呢 我们去刷新 你看IE6上 可以了不 这是不是可以了呀 哎 但是你看看 如果说人家真有文字 你这是不是就不能 不能这么写了呀 对吧 但是也不可能有文字 你这高度是不是已经写了这么窄了呀 哎 你给它设置成换一个 就是o of hide 然后这条圣明 在这刷新一下 是不是也能解决呀 哎呦 再拽过来 看到了没啊 哎 它也能解决掉 能理解了没啊 哎 这就是解决这样的方法 啊 还有那句话 这两半个呢 呃 就是6和7 你了解一下就行 听到了没啊 哎 了解一下就行 啊 这个东西一会儿你试不出来就算了 明白吗 暗云上涉及到IE6啊 就是版本太老了啊 好了 那我们来看第八个啊 第八个这个东西啊 呃 这个你要去 记住它了啊 呃 这个因为咱们到后期要用得到 就是透明 就是巴子 这个是透明的巴子啊 这个透明啊 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之前遇到过的透明 是不是有颜色的透明 就那个transparent的呀 对不对啊 哎 transparent的 或者是就是那个RGBA那个模式 还记得不 哎 那个能透明 我现在说的这个透明 它是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OpCity 看到了没啊 OpCity 那这个它指的什么意思呀 OpCity 它的作用就是让整个元素 啊 让整个元素 包括内容 透明 看到了没啊 它所接触的这个属性值 是0 到1 明白没有啊 是0到1 那0就是全透明 1是啊 不透明 能明白不 你比如现在你看看 咱们在这里面啊 呃 我这样做 给Body 看到了没啊 Biagram的URL 我给它加一张背景图 兄弟兄 就是Images下面 咱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BG点 GF 你来看啊 刷新 看到了吧 密集困执症啊 咱们来看啊 咱们就看这个DNA 看这个DNA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比如说这个 宽度为400 高度为200 看到了吧 然后你再来那去刷新一下 看到现在是不是这么大呀 我把这没用的 这个就删掉了啊 现在这么大 你看它透明了吗 它透明吗 根本就不透明 啊 里边在这样 再加点文字啊 在那去刷新 看到这个文字了吗 现在是不是在这儿呢呀 你看着啊 如果说我现在 给这个蓝色的 这个DIV 加一个OpC 看到了没 比如说为0的情况下 那你还能看到它吗 在这儿呢去刷新 还有吗 还有吗 文字你能看到吗 那这个元素 你看咱们点一下F12 你放在这个DNA这儿 有吗 它有 只不过干嘛了 透明了 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人家这个位置还仍然在占据 你让它透明了吗 如果说现在 我给它写成0.5 它指的什么意思 半透明 你在这刷新 看到了没有 是不是正好会露出来呀 能明白吗 好了 你看I1 在这儿刷新 透明吗 它不管用 它不认识谁呀 它不认识这个filter 看到了没啊 就是I1不认 它不支持 看到了没 不支持 我记得现在 你那改的啊 I1 8你看 我可能是 咱们用这个I1 8去看 我记得I1 8应该能支持了 刷新 也不支持 看到I1 8是不是也不管事啊 它有很低的 I9呢 再看看 I9 看到吧 I9没问题 它是不是这样支持了呀 对吧 就是后面这流浪系 不支持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啊 它的解决方法呢 它是用了这么样的一个方法 来看 前面呢 它是一个filter 看到了没 一个filter 刚才咱们是不是说filter是过滤器呀 对不对 它这是用了一个叫做滤镜的一个手法 后面这个方法一把它记住就行了 后面怎么写呢 它是一个这个一个功能函数 一个方法就是alpha 那我写的对码alpha 对吧 里边是obsity 看到了没啊 还是这个 这个属性 然后后面是等号 我这是不是现在写的0.5啊 我这就请了多少啊 50 看到了没啊 那这个方法是谁啊 I1它能识别的 看到了没啊 I1识别 但是我这个测试器有毛病啊 我那时候试的时候 I6或者I8有一个不显示 咱们来试一下吧 有人现在你看看 这我是不是写了一个obsity啊 对不对啊 看到了没啊 写了obsity 然后呢 你比如说我这写一个啊 这个filter 看到了没 后面就是啊 alpha 然后 我写个obsity 我现在这是不是写的0.5啊 我这就是等号多少 50 它是1到100 能明白没啊 1到100 那现在你看看啊 在这你去刷新 人家谷歌是不是完全不影响 对吧 让我来看啊 这里面 我现在用这个I1吧刷新一下啊 果实了没 I1吧是不是完全OK了呀 对吧 I6 我看I6 那应该它不管是不认了 看到了没啊 它是不是不认了呀 对不对 我这个是I1测试器的毛病 听到了没啊 现在一般低版本 从I1吧开始都能用了 就 明白了没啊 这个东西其实 说起来很重要 啊 很重要 因为在后期呢 你比如咱们用GS 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GS 比如咱做一个交互效果 交互效果 交互什么呀 你比如鼠标放上去 我让一个元素 发生一个透明的变化 你知道轮波图吗 做一个轮波图 轮波图点第二张的时候 大家有没见过 就是后边那一张没了 然后这一张显示出来 见过那样的吗 它就是控制的透明度 控制透明度 那我们一定把谁封装进去啊 把这个filter封装进去 明白了没啊 你只用Obsity行吗 不行 因为I1吧能识别吗 它识别不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这就是咱们常见的 一共我说了几个bug呀 说了bug 说了bug 还有吗 有的 还有的 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去说那个money 还记得不 我说你放在一个元素 它第一个元素加money 我是不会把紫元素带下来呀 那也是bug呀 对不对呀 就是解析出来的时候 它有错误 那就是bug呀 能明白不要 所以说 这几个bug 我跟你说重点啊 前五个必须要知道 听到了没啊 必须要知道 还有第八个 看到没 这第六个第七个呀 它因为就是 IA6专属的 IA6专属的 这个你了解一下就行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我又跟你说了这几个bug 还有今天东西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在写一面的时候呢 不一定说 我这些bug都会遇到 但是你写的时候 你如果真要出现了 你比如说出现边框问题了 你开始的时候没解决 你只要怎么去解决先 明白了没啊 还是那句话 你只要代码 结构 你在写的时候规范 你是规范的 一般情况下 在现在来说 bug的bug的没有 明白了没啊 不会说出现页面怎么样 我全乱版了 全乱版的状态 不会 明白不 那在以前不一样 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面试的时候 怎么面试去吗 都背着自己电脑去 知道吧 知道为啥吗 你不敢让别人 去打开自己的项目 用别人的电脑打开自己项目 为啥呀 对 都是bug 因为很多 不是说咱们 不是说处理不了 因为他就是会遇到这样的毛病啊 就是你用 你不知道 是吧 你去公司 他用了什么浏览器 你打开你的网址之后 他是不是又 如果说用低版本 他是不是各种各样的bug呀 你现在那会去 出去面试去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那时候还拍过一张照片 他就背了个小包 然后挂了个自己的那个 那个电脑 然后去了之后 展示项目嘛 你就拿你的笔记本啊 给他展示一下 啊 就展示一下 现在可不一样了 你看现在 比如说你们毕业的时候 那你这样出去找工作去 拿个U盘 或者装个自己项目 或者是直接就是线上的项目 拿个简历就去就行了 是吧 那现在说白了 用的都是高版本游览器了 对吧 你们工作量在公司里面 对于兼容这一块 不是说挺重点的了 我说页面布局 听到了没呀 但是你出去面试去 你比如到GS阶段 GS里面很多的 比如说IE的方法 IE专用的方法 或者非IE专用的方法 这个东西咱们要 必须要了解的 明白了没呀 你们在GS里面 会涉及到很多 也是关于兼容性的东西的 原生 我指的是原生里面 明白没呀 所以说兼容呢 在之前呢 它所占的这个比重 还是挺大的 还是挺大的 好了 那这样啊 下面我给你点时间吧 你把刚才我说的 尤其是这个第八个 看到这个了吗 把它试一下 把它试一下 前面两个 如果说你那装的那个 那个测试器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听到了没呀 我给你几分钟 到四点半 到四点半 然后一会儿呢 我们给大家去说一个东西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没给大家说的呀 谁呀 过滤器 看到了吗 过滤器 一会儿我给你简单的 去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过滤器 到底是干啥的 好了 现在你先把它试一下来 尤其是第八个 这个透明啊